你还记不记得在上周的内容当中 我们有这样一段 会不会出现分钟结尾的情况 比方说1点40分和2点10分 那么那个10分减40分就得到了-30分 然后2减1得到了1 然后我们叔叔说 你们时间差是1小时又-30分 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因为这里面分钟出现结尾了 对不对 如果我们就用分别减的方案 先去减 减完以后我们再来看 有没有出现结尾 如果出现结尾 我们再做调整 我们知道出现结尾会出现什么局面 如果我们把两个分钟做了减法 它如果出现结尾的话 就意味着这两个分钟的减法 减的结果是一个复数 如果我们有办法去判断说 如果出现了复数 我们怎么做一个调整 做的调整是什么 我们需要把那个小时数要减1 对不对 然后分钟数要做个调整 比如说减下来 10分减40分得到-30分 但其实我们知道那应该是60减30 正确的是过了30分钟 而不是-30分钟 所以如果我们语言有这么一种机制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做这样的一个判断 根据某种条件来决定做这件事情 还是不做这件事情 那我们就有可能写出这样的代码来 所以这是我们现在出来的代码 我们在这个当中用了C元的一种手段 叫做条件判断 我们用的是这个叫做if的东西 这个if 如果im小于0 如果im小于0 那么就证明说 在刚才前面那个减法当中发生了 结尾 那么我们要做的事情是 让im等于60加im 把那个复数给补回去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还要让rih减1 小时的那个差额要再减1 如果im不小于0 那么就不需要做这样的调整了 所以这是我们在C元当中的一种机制 叫做if语句 叫做判断机制 我们可以给一个条件 根据这个条件来决定一件事情 做还是不做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代码 会是怎么运行的 好 我们的程序呢 已经在这了 那么我们先来运行它一下 看看结果是不是对的 我们需要给两个时间 10小时10点40分和11点20分 他说时差是40分钟 我们知道这是正确的答案 那在这个运行的过程当中 究竟这个if语句是怎么起作用的呢 我们来用一下调试的技巧 我们在这儿设一个断点 然后我们来调试运行它 一开始在进入这个断点之前 我们有两句scanf 所以我们先要来做那两个输入的事情 我们先输入了1040和1120 然后我们就停在了这个地方 现在呢我们的ih和im都已经算出来了 im是负的20 ih呢是1 因为hour21 hour1呢是10 minute20 minute1呢是40 所以得到了im是小于0的一个结果 现在我们停在这一句上面 这句还没有做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下一步的结果 我们来做下一步 因为现在我们的im是小于0的 所以它的执行就进入到了if后面那个大括号里面了 现在我们在第14行 在if后面的大括号里面 我们做了这两句以后 调整完了im和ih的值 我们就出来了 这是我们给了一个需要做调整的数据的结果 假如我们再来做一次 我们停止执行这个程序 我们这一次再来运行它 这次运行的时候我们给一个 它不需要做调整的条件 我们看看这个if语句会怎么走 现在我们来给一些值 我们给出的值是10点20和11点40 按照现在我们这儿的hour和minute的结果 我们的im是20 这是一个不小于0的值 小于0的反过来是不小于0 不一定是大于0 实际上是大于等于0 这是我们现在的值 20是不小于0的 现在我们在这一行 我们要走下一步 我们看看下一步的结果会是什么 下一步 它就直接跳过了if后面的那个大括号里面 所有的句子14 15全部跳过 直接到了18 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条件 im小于0是不满足的 我们的im是大于0的 是大于等于0的 所以就没有做if后面那个大括号里面 任何的句子直接跳到了if的后面 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代码当中 当我们出现了说if I am小于0 这一句的时候 它的意思是说 如果I am小于0 那么做它后面跟着的 这一对大括号里面所有的句子 所有要做的那些事情 但是如果这个条件是不满足的 那么这个大括号后面 所有东西都不会被做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if语句 if语句的写法就是 如果后面 if后面跟上圆括号 if的意思就是 如果后面跟上一个圆括号 这一对圆括号里面是一个条件 如果这个条件是成立的 那么我们做这些事情 如果这个条件是不成立的 那么我们这些事情是不做的 我们的这个条件是不成立的